。 连热剧都开始,造梦,古川雄辉出手拯救大林女。 第一集中,女主角一觉醒来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打扮时髦,而且屋里还出现了一个帅哥。 最近刷爆朋友圈的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李岁,情怒坎坷的女主角尹珍娅和相识已久的弟弟,从暧昧心动到牵授成功的姐弟脸让不少观众田献其中。 而本月初刚开播的日剧《爱情重跑》中,主角同样是迈入30岁的女性。女主角南沙耶香年至30岁恋爱经验人魏玲,在告白暗恋多年的青梅竹马未果后,却在失去记忆的三个月里,收获一个帅气傲娇的前男友。 30岁鼠女们迎凭桃花连连,虽然对照赤裸裸的现实电视剧剧情更像是造梦,但无疑也给了电视机前的大林圣女们打了一针鸡血。 如何一决脱单这部剧做到了改编自同名漫画的日剧《爱情重跑》中,中村安扮演的是30岁仍没有谈过恋爱的女主角南沙耶香。 南沙耶香一五年来一直暗脸著青梅竹马的小哥哥陆亮介大姑娘平时,原本计划于30岁生日时向南方告白表明心意, 怎知南沙耶香一心期待到了约会当天一觉醒来,发现已经过了自己浑然不知的三个月。 而这段期间,自己的样貌装扮不仅实现了质的变化,还教了一个帅气男朋友挺田祥评古川雄辉氏并且同居中正在闹分手的阶段。 聚集的魔幻之处也是让不少观众大呼高甜的地方。 在第一集中,南沙耶香两次睡觉一次醒来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己从扎马尾带框架眼镜打扮吐气的大龄圣女瞬间脱单变成烫卷法,穿一字兼红裙子的有故事大美女, 第二次醒来则猝不及房地被挺田祥评线上了早安稳。 尽管偏开该剧对于女主义觉梦过散月的特别设置, 无论是暗恋青梅竹马还是同居诗意等桥段都是影视剧常见的梗, 但这种幻想一夜之间变现的剧情还是让不少网友对女主角的好梦表示羡慕极度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瘦变美变网红。 还和古川小哥哥同居,这个觉怎么睡的? 求女主教叫我,也请让我一决心来跳到三个月后发现自己变瘦变美摆脱单身吧。 古川雄辉扮演的挺田祥评和男沙烈香在同一间公司工作的业务员在沙烈香失忆期间与他交往并且同居。 这个角色延续了古川雄辉此前在一稳定情是引入江直树的高冷奥娇人设, 表面对女主冷淡毒蛇,内心却是热情似火, 也让部分观众在该剧看出了直树和情子的二十版, 只有我觉得女主是三十岁版的情子人设吗? 古川小哥怎么老是接这种蠢猛女主借低头喝咖啡的古川小哥还是当年的那个直树? 如何从霸气女变蠢能甜中村安做到了女主角中村安为模特出身, 早在大学二年级就参加模特选秀获得冠军, 但是到大学毕业时才进入演艺圈。 据了解,中村安一开始的梦想并不是当艺人而是成为公姐。 虽然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中村安的名字还是稍显陌生, 不过在近些年的热门剧中都能找到她的身影。 山下至九十元李梅主演的《潮无碗九帅气和尚爱上我》里, 她饰演英文补习般的柜台小姐而在相取甚无上野树里主演的家族的形式, 她饰演的则是男主角大界的健身教练, 今年级刚礼番童古健太主演的《你已藏在我心底》, 她在剧中饰演程川,是一位畅销小说作家, 也是同古健太主演的极其性次郎的大学学妹并且倾心于她。 以及前不久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电影《恋爱回旋》里, 她已有份出演, 在片中饰演神奈川县警察佐藤丰香和同事警察的山下成一郎及田刚太郎氏组成搭档, 在日本乒乓球选手预选赛上对阵多满子新元结衣室和屈元英泰室。 组合。 在这些多数是打酱油的角色当中, 中村安戏奋寥寥, 但角色个性或明显或强势都让大家有点印象。 而这次爱情重跑中欠落不自信蠢能的南沙耶香, 可以说是她演戏至今跳脱以往难得的一次尝试。 从中村安善出的日常思照来看, 有助标准身材的她也与变身后的南沙耶香会更像。 现实生活中, 中村安和这次的女主角南沙耶香也刚好年龄相仿, 她日前表示, 因为和角色同龄, 感觉自己和角色一起每天奋斗, 且是带助强大的觉悟开始拍摄此剧。 表面上爱情重跑是带有点奇幻元素的甜蜜爱情剧, 但实际上该剧还是避不开日剧劝诫女性要自信自立的套路。 可以预见女主角接下来召回遗失三个月记忆的过程, 也将是她从吐气到华丽变身, 从嵌默到自信的过程。 说白了, 爱情重跑还是一个越自信越幸运的女性立志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